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老师刚才我们一块看到的是2011年年底在陕西神木举办的一场婚礼 这婚礼办的挺成功的 新人也很幸福 但是唯一的遗憾就是本来婚礼当天新娘是邀请了她的舅舅来给他们做证婚人 但是舅舅那天并没有到场 新娘的舅舅名叫虚冰地 已婚 是两名孩子的父亲 薛冰冰之所以没有在外甥女的婚礼上出现 是因为在婚礼前不久突然失踪 薛冰冰与弟弟两家是邻居 2011年11月3日的中午 薛冰冰的妻子打电话 说她打薛冰冰的电话一直没人接 让弟弟去她家看看 结果弟弟敲了半天门 屋内没人答应 倒是到了下午 弟弟接到了薛冰冰的一条短信 同川是陕西省的一个地级市 离神木有600多公里远 短信中薛冰冰说 她去同川会情人去了 薛冰冰可能去同川会情人的事 薛冰冰一个朋友也从侧面得到了印证 薛冰冰的朋友介绍 在薛冰冰失踪的当天下午 她曾拨通过薛冰冰的手机号 结果是一个女人接的 经询问 接电话的是薛冰冰传闻中的情人 传闻中的情人 听说找薛冰冰显得不耐烦 说薛冰冰没和她在一起 就把电话给挂了 薛家介绍 薛冰冰传闻中的情人 曾经租住过薛冰冰家的房子 这是薛冰冰妻子给警方做的笔录 笔录中说 女租户入住她家没多久 就和薛冰冰两人发生了婚外情 有一天她从外面回来 还看到薛冰冰与女租户睡在了一起 虽然薛家人表示 对薛冰冰的婚外情并不是很清楚 但长期与薛冰冰生活在一起的妻子都这么说了 那应该是事实 有了佐证 薛家人也认为薛冰冰是去同川会情人去了 就没太在意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事情有些不对劲 薛冰冰的姐姐说 失踪前她曾和薛冰冰说过 她是亲舅舅 外甥女出嫁 她是证婚人 外甥女的婚礼 她得参加 薛冰冰当面答应了 可眼看离外甥女的结婚典礼越来越近了 舅舅薛冰冰还是一点消息也没有 薛冰冰刚失踪那几天 虽然电话打不通 但时不时会有短信过来 说她很好 不用电念类的话 可过了个把星期 短信也没了 外出会情人 怎么会信息全无 连答应出席的婚礼都不参加呢 薛家人觉得有问题 决定去找一找 通过打听 薛家人在同川找到了薛冰冰传闻中的情人 可传闻中的情人表示 薛冰冰并没有来同川 更没有和她在一起 她根本就不知道薛冰冰是如何失踪的 我们来梳理一下薛冰冰失踪的过程 先是薛家人收到了短信 说薛冰冰去了同川 因为同川他那有一个情人 接着呢 是有朋友打电话给薛冰冰 电话是传闻中的情人接的 薛家人认为 薛冰冰会情人 这事应该是真的 但现在见到了传闻中的情人 这个人说他没见过薛冰冰 是情人在说谎还是另有原因呢 感到过年一这么回来 那个是我们才开始回忆的 我觉得还不对的 肯定出事了 眼看2012年的春节就要到了 此时离薛冰冰失踪已经两个多月了 薛冰冰还是一点消息还没有 薛家人商量 要是春节过完 薛冰冰还没有消息 他们就要报警 让人宽慰的是 2012年的大年初六 薛家人在网上遇到了薛冰冰 这是薛家人与薛冰冰聊天的记录 薛家人问薛冰冰在哪 他没有回答 让他回来 他说外面做生意 钱投下去了 一时回不了 家人希望能够与他视频一下 他说在外面 没条件视频 希望他能够将手机打开 通个话 他说现在不想 然后就下线了 虽然网上有了消息 可一琢磨 薛家人觉得还是有问题 薛冰冰冰只读了小学二年级 不识几个字 家人感觉网上这个人打字飞快 不可能是薛冰冰 是不是有人在下套 故意拖延时间 想来想去 过完春节 薛家人还是去了神木县公安局报了警 此时离薛冰冰失踪 已经快四个月了 接到报案后 神木警方首先要确认的是 薛冰冰如果是他自己主动外出游玩什么的 这事就不归警方管 只有可能遭遇到了非法侵害 他们才能立案侦查 侦查员先查了一下薛冰冰的手机通话清单 结果发现了两个问题 1.薛冰冰的手机在失踪的当天下午 被呼叫转移到了传闻中的情人手机上去了 这就是为什么朋友打薛冰冰的电话 会是传闻中的情人接听的 第二 在薛冰冰失踪后的第二天 有人持薛冰冰的身份证 在神木当地的电信营业厅办了一个新的手机号 从4号开始 起用 10月4号 下午开始启用了 所以在4号的4点多开始给下边人发出短信 这个信号跟亲戚朋友开始联系了 但是它奇怪的一点是 不通话 这个手机新卡是全部是发短信 这个无法接通的新手机号 曾给薛家人发送过来多条报平安的信息 可在使用5天后 2011年11月9日就停用了 那么你既然是正常的一种旅游活动 也公开的跟他的女友情人去旅游了 既然敢公开这个事 那么这个手机就没必要再关掉 老手机号被呼叫转移 新办了一个手机号发短信 侦察员觉得这有为常理 薛冰冰的失踪不可能是正常的游玩 似乎是有人精心设计的一场阴谋 薛冰冰很有可能已经遭遇了不测 凶多吉少了 我哥 我哥是老师 就是推掉小毛病 那个都是家 家里面都是我手手管理 都是小手管理 由于患有小儿麻痹症 薛冰冰的左腿有点薄 是一名残疾人 1994年薛冰冰结了婚 婚后生了一儿一女 大女儿当年16岁 小儿子8岁 薛冰冰原本是神木县城边上的农民 可几年前村里的土地被征用了 薛冰冰夫妇也就离开了土地 在城里开了一家小餐馆 我哥对我小餐馆 你哥喜欢喝酒是吧 你女儿子去上喝点酒 不然是苦人吗 我都喝点酒 由于薛冰冰的腿脚不方便 名义上薛冰冰是老板 实际上小餐馆的事务都是妻子在打理 薛冰冰只是偶尔去帮帮忙 大部分的时间薛冰冰是在家里闲逛 一个女人接听了情人的电话 平时旅游的也不太多 买有衣服的 我敢喝酒 我不让 一名厨师和老板娘有了绯闻 他不 我说 我跟他不 那碗薛冰冰烂醉如泥 手会点几番 这手会点合理匹配 欲盖弥彰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毛老师看看这个薛冰冰 这是四十多岁的一个人 其貌不扬 而且腿部还有残疾 那谁会对这样的一个人下手呢 当时最明显的 最直接的一条线索是 薛冰冰到同川去会情人去了 但是情人否认了这件事 难道薛冰冰的失踪和传闻中的情人 真的没有关系 侦察员也去了同川 找到了传闻中的情人 结果这个情人提到了另外一个女人 薛冰冰的这些 所有的亲戚朋友给薛冰冰打电话 都是薛冰冰的前人接的电话 所以我们就怀疑 是不是薛冰冰在去同川被害了 面对神木警方 传闻中的情人承认 自己与薛冰冰确实有婚外情 但薛冰冰的失踪 他真的不知情 他认为这一切应当是有人在使障眼法 故意将视线往他身上引 他还给侦察员提到了一件事 情人介绍 在薛冰冰失踪的头几天 薛冰冰就曾打过电话给他 说要来同川找他 可后来没了动静 直到11月8日 也就是薛冰冰失踪后的第五天 他接到了一个陌生手机号发来的短信 说他是薛冰冰要来同川 让去同川火车站接他 他问你火车站什么地方 但对方就说了火车站 这个地方的方位的周围建筑 好情况 在地址不清的情况下 情人就给发短信的那个手机号码反打了过去 结果电话一通 接听的是一个女人 听口音像是神木人 情人让对方将电话给薛冰冰 对方却说薛冰冰喝醉了 没法接电话 就将电话给挂了 一个神木口音的女人 如果情人所言属实 那也就是说薛冰冰失踪的背后 还有一名女人 那这个女人会是谁呢 她会是幕后主使 还只是帮凶 侦察员分析 嫌疑人不仅将电话呼叫转移到了情人的手机上 还给薛家人发短信报平安 这表明嫌疑人对薛冰冰的个人情况十分了解 应当是熟人 熟人作案 一般来说是因仇 因才 因情 三个动机 薛冰冰 虽然是这个食堂的名誉老板 实际上她妻子在刘友方在管理这个食堂 那么她除了内蒙有亲属 也就是同川有这个情人女友 其他地方她还没有更多的亲属 平时旅游的也不太多 薛冰冰的生活阅历比较简单 四十多年 几乎就没有离开过神木这片土地 与她打交道的 主要就是一些亲朋好友 侦察员围绕她的社会关系 进行了大量的排查 没有发现她与谁有较大的矛盾 因仇出事的可能性不大 她是村子里面 因为她们家里面 是在我们的一个城隆村里面 城隆村 整地 整地有补查款 每家都能补个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 所以她手里面有点钱 近些年 村里每年都会有数额不小的土地分红 慢慢的薛冰冰甲攒下了一笔钱 这笔钱曾出借过 可在失踪前就收回了 没出什么意外 接着 侦察员对他们开的那家小餐馆的经济账目 进行了清查 也没有发现问题 因才出事的可能性 也没有 为我们奉献这个案情 这个 阴情 发生的失踪 可能阴情就是 比较大了 最明显的线索是 同川的情人 可情人否认与此事有关 沈默警方曾围绕情人做过调查 没有发现情人与薛冰冰有激烈的矛盾 情人没有作案的动机 火车信息 还有客车信息 薛冰冰都没有到过这个头船 侦察员认为 情人可以初步被排除 除了情人 还有谁 薛家人提到了一个人 薛家提到的不是别人 是薛冰冰的妻子 刘友芳 薛家人介绍 薛冰冰失踪后 妻子刘友芳一直对外宣称 薛冰冰外出会情人去了 她和薛冰冰保持有联系 人很好 不用着急去找 也正是对刘友芳的相信 刚开始薛家人对薛冰冰的失踪 没有太在意 当感到不对劲 薛家人要求刘友芳和薛冰冰联系 通个话什么的 她却推三阻四 未能成功 薛家人指出 这个薛冰冰的妻子刘友芳 她放了很多烟幕弹 她目的是想洗清自己 可是她越是这样 她的嫌疑就显得越大 刘友芳和薛冰冰是17年的夫妻了 他们两个还有一双儿女 如果刘友芳是犯罪嫌疑人 她的动机是什么呢 薛冰冰的女儿倒是给侦察员提到了一些往事 薛冰冰的妻子刘友芳也是神母人 17岁时就嫁给了薛冰冰 刚嫁给薛冰冰的时候 薛家比较贫困 再加上薛冰冰身患残疾 为了能够让日子过得下去 过得好 妻子刘友芳吃了不少苦 挺能干的一个女人 在他们村里边 大家把她叫妇女主任 叫刘主任 特别能说会到 干活也相当 这个脑子好死又会说 又能干的一个女人 2008年后 神木当地的经济大发展 土地成了最紧俏的资源 薛冰冰他们所在村的土地陆续被征用 每年都有固定的土地分红 数额相当可观 钱对薛冰冰夫妇来说 已经不是主要的问题 两人的感情也就出了问题 这个刘友芳就社会叫我比较密切 男男女女叫我都比较多 时间超了 刘友芳可能对这个 她的丈夫来一来一 不感冒 福气了一来一不和谐 你在我出任的时候 就有利活吗 说是被我冒的不让理而已 我不愿意 那你他们倒是谁提出来的利活 我妈吃费了 我现在绕下了 我妈又离活了 我爸说赌 我不让 我切了几千吃费 然后就写孙子里的 你为什么要打架 为什么 一定是没有女人 不知道是因为有钱 还是因为被妻子看不起 2010年 薛冰冰和同川级的女租户产生了婚外情 据女儿介绍 本来就对丈夫不满的刘友芳 得知丈夫出轨 怒不可遏 闹着要离婚 但在女儿的强烈反对下 婚没离 夫妻关系名存实亡 在薛冰冰失踪前半年 两人一直处于分居的状态 薛家人介绍 从2010年年底开始 妻子刘友芳就带着两个孩子 住在自家餐馆的楼上 薛冰冰一个人则住在老家 夫妻关系比较冷淡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有关妻子刘友芳的疯言疯语 传到了薛家人的耳中 问题就给你处子做事 处事 处事 问题就给你处子做有关系 传闻中的处师张海峰 出生于1982年 比薛冰冰的妻子刘友芳小五岁 在薛冰冰家开的那家小餐馆打工 张海峰已婚是外地人 吃住都在餐馆 他的房间 与老板娘刘友芳的房间 在同一层楼相距不远 一切我不知道 处子在哪处子 最厉害处的人 处子在那个上面处子 咱们处一起是吧 一个在前处子 一个在后处子 这有问题吗 你觉得这个有问题吗 你觉得你哥哥知道这事 嗯 可想说 就给我们处理过什么 或者打住 就我说 我要给他住 抓住过 嗯 打住过 双方都可能有婚外情 夫妻关系矛盾重重 侦察员认为 薛冰冰的妻子刘友芳 有很强的作案动机 另外 侦察员在了解薛冰冰失踪前的行踪时 发现妻子刘友芳还有便利的作案实际 四个段子一大段子一大人 他少喝点 我说 不得好 少喝点 你凡是少喝点 喝了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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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 您就大取是吧 嗯 您就咋 嗯 据了解 薛冰冰在失踪的头一天晚上 在自家的餐馆里 曾和几个朋友一起喝酒 一直喝到晚上十点多钟 当晚喝了不少酒 散场时 薛冰冰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了 妻子刘友芳就开车载上薛冰冰和几个朋友 先将朋友们一个一个的送到了家 最后 车上只有烂醉的薛冰冰和妻子刘友芳两人了 妻子刘友芳在警方的笔录中说 送完朋友 他就和薛冰冰回了老屋 两人合一而睡 睡到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左右 他起床回了餐馆 离开时薛冰冰还躺在床上 到了中午该吃午饭了 他就想喊薛冰冰 结果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他就打通了薛冰冰弟弟的电话 结果弟弟发现薛冰冰不见了 故意造成假象 给他的亲属和公安机关 转移视线 预盖迷彰 侦察员分析 当晚喝酒后 薛冰冰是烂醉如泥 最后还只有他们夫妻俩 如果刘友芳是嫌疑人的话 那个时候是最好的下手时机 至于他说 第二天薛冰冰手机没人接 让弟弟过去查看 这可能是他为了掩饰 而制造的假象 监控里有一个男人无法辨认 厨师否认与老板娘有私情 测谎仪测出了凶手 案件并未就此侦破 侦察员认为刘友芳有比较强的作案的动机 也有比较便利的作案的时机 所以他的嫌疑非常大 但是刘友芳自己不承认 他一口咬定他的丈夫 失去惠情人去了 这让神木警方很是犯难 因为他们手里还没有一条直接的证据 能够指证他 怎么能获得直接的证据呢 神木警方为此花了两年多的时间 这部分难度就是 一直常见不到尸体 那确定有个障碍 你必须见到尸体 这也没有其他任何证据 你手机对难的定性 这是比这难度比较大 别说拿不出证据来指证刘友芳 就是薛冰冰失踪了 到底是不是案件 侦察员心里还在打鼓 毕竟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为了能够推动案件的侦破 侦察员必须寻找有效的线索 哪怕是蛛丝马迹 侦察员调取了薛冰冰失踪前夜 从他家餐馆到他家 沿途各个路口的监控 看能否发现异常 可由于薛家人报案 是在薛冰冰失踪了将近四个月后 沿途监控视频大多被覆盖 只在一个治安卡口提取到了一张相片 相片很模糊 只能看到是刘友芳在驾车 副驾驶座上有一名男子 可他是谁无法辨认 监控视频调取失败 侦察员又对薛冰冰的家进行了秘密勘查 看能否发现一些痕迹物证 直接查找物证预阻 面对询问 厨师张海峰十分震惊 他不仅否认自己与薛冰冰失踪有关 甚至连与老板娘刘友芳的私情也表示否认 一轮排查下来 警方的取证工作没有获取任何进展 与此同时薛家人也没闲着 他们想薛冰冰失踪了这么长时间 肯定是已经遇害了 遇害了 尸体会在哪呢 薛家人分了多路 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寻遍了神木县城周边的沟沟坎坎 希望能够发现点什么 结果同样是失望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大半年 案件还是一点进展也没有 怎么办呢 神木警方想到了一招 没办法认定刘友芳作案 我们最终为了进一步的 来能够证实一下 就是能够让刘友芳究竟 作案没作案 可能性进行进一步的推敲 然后我们就起来了 策划干将 警方决定用策谎仪 测试一下刘友芳和厨师张海峰 一是看看策谎仪试验的结果 能否印证他们的推测 二是给刘友芳和张海峰增加一些心理压力 看他们能否主动交代 那么根据法律规定 在策谎的时候 当事人如果不愿意 那么就不能策谎 那么林友芳当时还是比较配合的 也同意策谎了 但是他的厨师张海峰 当时拒绝了我们的这个要求 策谎试验是由测试者 事先拟定一些与案件有关的问题 让受试者回答 与此同时 会有专专业的仪器对受试者的心跳 血压呼吸等指标进行测量 然后根据受试者的各项身体反应指标 来分析受试者是否说谎 测试试验的最终结论是 妻子刘友芳在多个敏感问题上说了谎 她是杀害薛冰冰的凶手 当时跟张海峰策划的时候 张海峰拒绝策划 不配合 但是策划专家告诉我们 一般的来讲 只要是不配合策划的 基本上他说的话 都是都有假的成分 刘友芳另结心欢 厨师的内心十分挣扎 山脚下挖出一具尸器 一双儿女令他后悔莫及 欲盖弥彰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王老师 这个测谎试验 我们其实并不陌生 那测谎的结果真实可靠吗 因为这个测谎仪 它实际上也是通过一种 心理测试的办法 来判断人的心理活动 看你是在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如果说假话的时候 可能你的心脏和心跳和血压的变化 可能就是异常的 但是这个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的 因为有些人他可能 他因为恐惧害怕 他可能心脏和心跳和血压 也会有波动 他不一定是说谎 所以这个倒不一定能够得出一种 非常准确的结论来 所以根据这样的情况 测谎仪在刑事案件证据的使用上 又不能作为直接证据来使用 测谎试验的结果跟侦察员的判断相吻合 这大大增强了侦察员的信心 但是测谎试验只能辅助警方破案 不能作为法律上的依据 要认定刘友芳就是谋害丈夫的嫌疑人 得拿出直接的证据 沈木警方还有什么办法呢 他脱手就洗了腻 可狠了 我张仪文大就借我妈后过两回 她怎么借过她哭 我一哭我妈都说 张仪文大来哭似的 我又觉得我也去老祖小哭了 面对内心强大的刘友芳 沈木警方知道与她的较量 一时半会不会分出高低 在穷尽的调查手段后 侦察员只能等待 等待刘友芳出现破绽 等待案情出现转机 然而到迂回政策 继续去证 那么刘友芳跟张海峰 都不承认有这方面的事 好像跟他们都没什么关系 那么我们就要下功夫 在外里找出这群 时间到了2013年 薛冰冰已经失踪一年多了 由于经营不善 他们家的小餐馆倒闭了 刘友芳回了家 厨师张海峰离开了神墓 去了外地 虽然刘友芳与厨师张海峰的生活在变化 但侦察员的眼神没有变化 他们一直在暗中关注着 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侦察员发现 无所事事的刘友芳爱上了打麻将 在麻将馆新交了一个男朋友 两人关系非常密切 刘友芳会不会将丈夫薛冰冰失踪的事情和新男友聊呢 直接与男友接触 怕惊动了刘友芳 通过打听 刘友芳的男友已婚 老婆还曾因他与刘友芳的事大闹过 侦察员暗中找到了刘友芳男友的老婆 男友老婆给警方提供了一条线索 刘友芳跟男朋友说山监控是因为驾车违章 可驾车违章也就是被罚款扣分 不是很严重的事 他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呢 侦察员分析 刘友芳可能担心监控里有什么信息 与薛冰冰失踪有关 才要男友出面帮忙删除 在刘友芳这里无法打开局面 侦察员就琢磨着从男友这个方向去突破 通过跟踪 侦察员掌握到刘友芳的男友 是一名瘾军子 2014年4月 当男友正在吸毒时 警方冲入现场 抓了他一个现行 以违法吸食毒品的名义 将他控制了起来 他说他死了 那天他就回来 他跟人家睡好 有钱给走一下 那姐姐的这边 把姐姐的电话的时候 给办公司出了事 他破案 就用家常出现 刘友芳 把他放上去 通过一番询问 男友承认 刘友芳确实给他讲过丈夫薛冰冰失踪的事情 但只是说薛冰冰死于一场车祸 赵世芳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 他和赵世芳选择了私了 将薛冰冰的尸体给掩埋了 男朋友介绍 刘友芳曾经让厨师张海峰带他去埋石县场查看过 埋石县场位于神木县城边的一个山脚下 侦察员认为薛冰冰死于车祸的说法 应当是刘友芳编造的 但他与厨师张海峰带男友去查看的埋石县场 侦察员感觉男友提到的这个埋石县场可能是真的 应当挖掘试一试 通过三天的挖掘 2014年4月25日 神木警方在刘友芳男朋友所说的那个埋石地点 挖出了一具尸体 通过DNA检测 这具尸体正是失踪了两年多的薛冰冰 失踪了两年多 薛冰冰终于有了下落 但是那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案件至此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犯罪嫌疑人刘友芳 这是薛冰冰的妻子 那如果薛冰冰真的是被妻子所谋杀的 他动机又是什么呢 神木警方把刘友芳集拿归案了 刘友芳被抓起来之后 并不愿意主动交代案情 刘友芳不交代 神木警方转身将已经前往外地打工的厨师张海峰给抓获了 一番讯问 厨师张海峰交代了他和刘友芳合伙杀害薛冰冰的过程 张海峰交代 他和老板娘刘友芳确实有私情 薛冰冰失踪那晚 刘友芳在将朋友都送走后 根本就没有回老家 而是将烂醉如泥的薛冰冰拉回了餐馆 并叫上了他 在车上 刘友芳给了他一根电线 让他将薛冰冰直接勒死 张海峰说 在刘友芳的威逼下 他将薛冰冰勒死了 并将薛冰冰的尸体拉到了这片山脚下给埋了 通过一段时间的抵抗 刘友芳承认 确实是自己指使厨师张海峰杀死了丈夫薛冰冰 刘友芳供述 他之所以要杀死丈夫薛冰冰 原因有三 第一 薛冰冰长相寒酸 腿部残疾 他一直心存不满 第二 薛冰冰喜欢喝酒 酒后经常会打他 第三 薛冰冰有情人 经常将家里的钱拿给情人用 还说要给情人买房子 这些原因让他对婚姻绝望 他曾想过离婚 可一个是女儿不同意 二个会让自己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离婚就不一样 离婚也许可能子女 这某问题 可就给 待着他离婚 他又给家吗 给家到其他处 其他处里面 不在这个处里面 他就不享受 这个处里面的复活 他确实有很高吗 不少 每年都要有 思来想去 刘友芳认为只有杀掉薛冰冰才能解脱 那天晚上 看到薛冰冰烂醉 他就趁机和厨师张海峰下了手 将薛冰冰杀害后 为了迷惑薛家人 他先将薛冰冰的手机呼叫转移到了情人的手机上去了 接着 办了一个新手机号 给薛家人发短信 说薛冰冰外出会情人去了 后来还让厨师张海峰 假扮薛冰冰与薛家人在网上聊天 试图营造薛冰冰自己主动外出的假象 机关算尽 刘友芳和张海峰还是被神木警方抓获 现在因涉嫌故意杀人罪 已经被批准逮捕 在等待法律审判的时间里 刘友芳最放心不下的是一双儿女 在写给孩子的信中 全是担心和叮嘱 刘友芳的女儿本来参加了2014年的 高考考考上了大学 可刘友芳的儿子才11岁 女儿担心如果他去读大学了 弟弟只能丢给爷爷奶奶管 而爷爷奶奶已经年迈 他实在放心不下 选择了放弃读大学 在家打工 照顾弟弟 父母的变故 彻底改变了两个孩子的人生 我们经常能看到很多夫妻 共苦可以 共患难没问题 一旦要同富贵 要同甘的时候 这问题就来了 两个人可能谁也看不起谁了 最后就分家了 像今天的案子 还直接导致杀人了 在评鉴的时候 两个人可能 因为对未来生活的那种 共同的期待 向往 所以两个人会 努力的去奋斗 会互相的帮助 互相的协力 这样的一种关系 目标非常明确 所以反而合作的不错 但是一旦有钱了以后 那么可能两个人的差距就会 就原来的那些缺点不满 就会暴露出来 因为他的目标 不是一个共同目标了 他们的生活方向 有可能会发生变化 也可能他受到的诱惑会增加 比如说一些人他富贵了以后 其他的异性可能就对他是好 是吧 跟他这个关系就比较亲密了 所以他受到这样异性的一些诱惑 就比以前多了 那么这样的话也容易出轨 容易造成夫妻之间的这种分裂 那一旦婚姻当中出现了不稳定的因素 或者是两个人明显感觉到 已经不适合再生活在一起了 该怎么处理呢 那如果两个人明显的感到 感情已经完全破裂了 在一起生活非常痛苦的话 那可以通过离婚来解决 可是你看想本案当中 本来两个人是打算要离婚的 孩子不同意 阻止他们 结果就勉强维持住了这种婚姻关系 但实际上名存实亡 那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当中 很多的夫妻 这个夫妻关系都是名存实亡的 那可能这个当中考虑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孩子 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 所以夫妻两人可能都对彼此的欲望都做了一些克制 那么就保持这个婚姻了 这样的婚姻可能对夫妻双方来讲都是一种折磨 是不人道的 所以我还是认为就是当夫妻感情完全破裂的时候 再在一起共同生活成为一种痛苦的时候 互相的折磨的时候 还是分手为好 还是及早的离婚为好 那孩子的这个阻拦因素 可以慢慢的去做孩子的工作 因为孩子他的这种判断力 认识力 因为他未成年 他很多方面他是想的不成熟的 有些孩子可能是为自己的考虑 有些孩子是出于这种维护一个完整家庭 他在这个家庭当中生活的比较习惯 比较舒服 是这样的一些考虑 所以阻拦父母离婚 那这个都是可以慢慢的去说服孩子的 当孩子给孩子小以利害 这个给孩子讲道理 要让孩子明白 就是父母不幸福 在一起 这个家庭是没办法保持一种和谐的这种关系的 对孩子来讲 其实间接的也会造成一些伤害 婚姻是一份承诺 更是一份责任 如果你把责任抛开 那这段婚姻将会注定是一段悲剧 承受痛苦的 不仅是你自己 还有你的亲人和孩子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介绍说法 也感谢马老师参与我们演播室的讨论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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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